其實剛剛郎姐講的那個 就是我們講失智症 全世界目前統計 每三秒就多一個失智症病了 對 台灣只要明年 明年應該預估會有30萬 台灣現在是 全世界失智速度最快 老化最快的國家 最近有一個研究 這是在歐洲的 做了23年的研究 他發現說一個禮拜 你喝7罐啤酒 失智症的比率 就是正常人的double 如果多3罐 就多1.2倍 如果你是長期酗酒的話 你未來發生失智症的比率 是正常人的 為什麼這個樣子 因為其實長期喝酒酗酒之後 你那個維他命B12 就會被代謝掉 我舉個例子 我最近有一個 70幾歲的阿姨 家族就覺得 這半年他行為覺得怪怪的 晚上都不睡覺 來拼命吃東西 然後出去的時候就忘了 最近天氣冷 他就不穿衣服 有時候突然之在家裡 把衣服脫光光走在酒去 突續行為一堆 當然你看到的時候 你不覺得他有失智症 因為他會跟你笑 你問他什麼名字那些 你住哪裡那些 都很清楚 甚至我問到說100-7 那些他撿得還滿不錯的 然後他說 以前有沒有做健康檢查 他說有 我們以前做健康檢查 都很好 因為覺得他還是 行為上面有一個怪 我還是把他收住院 我們會再幫他驗 比如說 那個維酸B12 跟那個葉酸 其實他吃宿 我就心裡有本 我就想說 這個應該會低下 苟不然他真的是比較低那一類的 除此以外 其實腦部看起來就是 很正常的一個維收 以70幾歲 覺得還可以接受 然後到最後其實我們診斷 他應該是 我們B12缺乏造成的 可是這種病人 他被診斷的時間 通常都會被延誤 延誤到5年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這個好像 還OK 還OK 對不對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早一點發現 比如說用AD8的量表等等那些 有兩項有問題 早點讓醫師去評估 是比較好 我很多病人是什麼發現失智症 就是突然半年之後出現 為什麼半年才來 要沒事完我就會 我家裡說 沒事完 怎麼會這樣 對 來了兩次 兩次都沒吃完 我想說 我們還是做個認知功能評估好了 做完之後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評估出來 都不是說我們講 輕度的認知功能障礙 很多時候就講CDR 都可能接近到一分 對 以前就說失智症病人 為什麼很難照顧 因為他好手好腳 對 可是他就是沒辦法跟你配合 他不吃藥 或者他走來走去 這是你爸媽 你要怎麼去照顧他 像我母親就長期吃素 所以像這樣子的人 我們怎麼辦 要預防他們 是要補充 剛剛您講過嗎 B群要補充 要補充 我媽媽很麻煩 他連吃鈣都有問題 他還要看喔 那個鈣是不是那種 牡蠣殼磨出來 那算昏的 沒有 吃素的 應該都算昏的 我都特別講 這是合成的 我學過護理 我騙不了他 我常聽過他 很難的 對啊 許氏 大家好 我是在大概 31歲的時候 罹患大腸直腸癌第二期 那因為我本身是學食品 生物科技的 所以那時候是我們家最健康養生的 我不吃油炸 然後不吃燒烤 然後那時候我是怎麼發現血病 就是那時候我是晚上 當想要上廁所的時候 在馬桶上滴了一滴橘紅色的血 所以我一直以為是痴瘡 我就有點迷失掉 直到我姊姊提醒我說 如果是痴瘡的話 你也去做檢查 可是因為那時候 就是整個工作還滿繁忙的 所以我就在想說 就是我比較有迷失掉一段時間 可是後來我姊姊還是一直催我 所以我就在短時間 去了好幾家醫院 那有的醫生說好 有的醫生說壞 所以那時候有一個醫生 就是直診的時候 摸到我的腫瘤 是離缸門口只有3.5公分的距離 他就跟我說 一定要做人工皂口 可是我當時當下 其實非常的猶豫 因為我那時候非常年輕 31歲 然後我就在想說 那我一定要做皂口嗎 然後他就跟我 跟我大概請了那個皂口護理師 跟我講一下說 做了皂口的一些好處跟壞處 然後他如果說 如果我不做皂口的話 可能就會像 因為其實我跟往生的豬大哥 跟現在正在努力為癌症奮鬥的 余天的女人 其實都有一面之遠 他們其實都是因為很害怕 做這個皂口 因為會害怕不變 因為如果不做皂口的話 因為像我們這種 如果不做皂口 你的那個肛門的神經很快 你擴散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那時候我的醫師就跟我講 如果你不做皂口 你一輩子離不開馬桶 你可能再過幾年 就去當小天使了 你要這樣子嗎 後來我就回家想一想說 那好 我還是戴著皂口 可是我覺得說 我可能比較樂觀 我覺得說他 就是反正我穿的衣服也看不出來 我甚至在聖陶沙 自拍了一張比基尼的照片 放在我的FB上面 不過我覺得蠻呼籲 就是如果民眾有聽到我這段話的話 如果你自己被診斷為大腸癌 而且是低位的 醫生如果建議你做皂口 不要害怕 因為其實現在的醫療器材都很方便 你也不會因為很擔心怎麼樣這樣子 可是因為其實我這幾年來 醫生當初有問我說 我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會問我說 你有沒有吃燒烤 或是你家族或等等 我都不是 我都不是那些危險因子 他懷疑我基因突變 而且他就說 因為我實在太特別了 所以他就把我的案子 拿去做一個研究案 然後在這幾年來 我做了 可是在做完這些療程之後 我回到醫院做一些 partime的工作 但好景不常 就是一直不停的 長摘連長阻塞 總共我的腹部已經開過 六次手術 然後再加上我的免疫系統比較不好 我光這個人工血管這樣感染 就感染過三 四次 所以其實我今天 因為我為了這個 人工血管的手術 妳要不要先回去 為什麼 妳的人生還這麼樂觀 對 然後我現在 我現在就是其實 我一整年待在醫院的時間 大概是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然後我幾乎就是 只能吃那種瘤脂 或半瘤脂的東西 然後我的醫生 也不准我吃纖維 因為我只要一吃纖維就是卡 所以我就只能完全喝果汁 然後吃瘤脂 然後有時候會很想吃東西 因為妳好幾年 都沒有吃水果什麼的 結果我就會 我媽就說那我買給妳 我說可我不能吞進去 她就說那我就是 我就說可這樣很浪費 可是因為曾經有雜誌社 一個記者來訪問我說 他說妳千萬不要這樣想 因為妳只是滿足妳一種 吃東西的那種口腹之餘 所以像有時候我住院的時候 我就會教一些那種 那個 現在不是很流行那種網路平台 我男朋友就幫我叫 他說 我就叫一些 然後醫生來看我 他說妳可以吃東西 我說不行 我只是塗 要塗出來而已 天啊 剛剛醫生說的壓力壓力 因為我是那種 給自己壓力非常大的人 我是屬於那種 像我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我在淡江上班 我四點半就起床 我搭六點的捷運 然後七點就到淡水 然後晚上可能九十點來回家 我整個把整個責任心 扛在自己的身上 妳現在就找出妳生病的原因 就是壓力 應該就是壓力太大 那妳現在壓力還大不大 現在壓力 我就是 現在其實沒有什麼壓力 可是因為我就是那種 嫌不下來的人 所以我後來就是在 離開了職場之後 我就學社工學英文 我希望我可以用 我自己的專業技能 再加上我因為生病的歷程 不利更多的病友 然後我最大的夢想 就是可以站在國際的舞台上 用英文分享我的生命故事 瓜哥他們很厲害 他們除了曼妮之外 他們其實網路上有一群 就是真正的病友 而且都是很年輕得到癌症的 不一定是乳癌 也不一定是大腸癌 就他們這群癌有 他們都有成立一些 共同的社團 因為他們 把他們自己 離癌之後的經驗 他們怎樣度過這個時候 直接跟妳分享 我當初是怎麼度過這段期間 對 那些很多病人都有 很有啟發的作用 是 因為現在的藥 真的都很發達 像我當初吃藥什麼的時候 說有些 可是其實那些副作用 醫生都還是有辦法幫你去做 譬如說 可能會有一些那種手指 末梢神經或黑掉的那種 可是其實你只要透過運動喝水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自己的心情一定要良好 當初離癌 大概半年的時候 我也曾經把我的FB帳號 都關閉掉 因為我不想讓太多人知道說 我是生了這麼重大的疾病 直到半年後 我把FB打開 然後因為正好有記者採訪到我 然後我才透露出 我生了這麼重大的疾病 然後到那時候我才 我那時候 結果離癌一年 我就去參加 台灣兒子經濟會的 然後他們就中選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是想說 我就是想要鼓勵別人 因為如果你自己都不開心 你身旁的人怎麼開心 或許老天爺幫我開了 關了一扇窗 但是也幫我開了一扇門 生病之後 卻讓我看到另外一個 不同的世界 就是你人生最大的獲得 更多的人 好 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妳分享我們的故事 其實社會上 有報導一些很正面的故事 只是那個惡劣新聞 我們暫去擺面筆這些 是我們沒有去找到這些新聞 我們都一直沒有 以為沒有在報 事實上造苦這個問題 在那個 有的人真的很難接受 像外國你看有一些 做得非常漂亮的 有分享過那種 非常漂亮的造口 其實這樣很美觀 然後就是增加 我們病患的自信心 那我們這樣講好了 就是我們平常講大腸癌的話 它事實上是叫 它有分結腸 我們有生結腸 橫結腸 跟降結腸 那他剛剛講 他第一屆會是在... 職腸的話大概就是 比較高進肛門口 大約15公分的地方 所以比較不好的 比較難治療 開刀就是他生理構造 他事實上在開刀 是比較困難一點點 對 但像這種情況 有時候 有時候就是 有些人他如果 譬如說兩公分 他的或者他跪肌 他有一些功能 然後那個醫生評估 可以再接回去 有時候他是短暫型的 就是說人工肛門 可能也許半年一年之後 重新腸子又可以 重新再恢復原來的使用 也有可能 所以大概聽到職腸癌的話 大概也不要太灰心 因為總是醫學有進步 然後開刀的術室也有進步 所以說不見得 一定都會做多大人工肛門 如果真的有需要 為了避免他復發 為了讓治療更好的話 的確你可以考慮做這個造口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